比如說這個建築在二十年 三十年之後 如果是變成歷史建築之後 那接下來他要怎麼處理 我們本身是對文化歷史建築以後比較深入的了解 所以沒辦法就直接你來 如果精準去理解 要有辦法就是說 這個所有權的權益不會變化 今天審議的節目 那後續如果還有需要在所有的權益上面 能做更做的一些專業的協助 文化歷史建築來提供這樣一個創作 跟大家來做這個協助提供的一些創作 大家今天歡迎這個地方 就是說不會影響到 今天的審議結果不會影響到所有的權益的變動 那也不會保出任何好事 或者是增加官司 我們要把他後續做需要專業的協助 那無法律能夠以權利來跟貴公司 來做說哪些權益的做法 結果會來成功做 好 我們還是回到這個奶奶前一位 另外一個 這個 這個有提案嗎 有 就是王大文的協會 協會是不是請他們提供一些更具體的資料 因為他只提供 他上次本人都有來 王大文本人有 就是那個徐明松老師 不是 我是說有沒有就是說 除了他們只有一個建造 那這一棟的風格跟王大文的風格 他確實是他做 他確實是他做 確實是他做 他連那個上次鋁板都拆他會給我們看 他還說是第一次台灣用鋁板做外觀 好 那這個沒關係 我們事後再跟徐明松老師報告 而且有一次徐明松先生自己也講說 他第一次委託王大文做這個建設 對 他自己也講 其他委員還沒有意見 在這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建議 才照彌辦的方式來工作 關於這個徐明松老師 後續需要直接專業的資託 所以我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按照彌辦的方式 還有一家 都沒有 非常謝謝大家 今天是年度 也在表市長 要感謝大家 也祝福各位委員 跟同仁幸福 那待會 對